大家好,我是各位股票老迪哥 今天呢,我们把收好肚脐的一批巨头清出来了 准备把它下到外堂,也带大家看一看 面前这些呢,大概有三四十只吧 肚脐基本上都已经收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糖里去吧 昨天有个龟友留言,就问我们这么多小糖 如果下雨了,很容易积满水,怎么办 我们这边有一个排水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外面也是一个外堂,这是炒龟糖 它比较适应深水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这个巨头的糖的水深的话 我们用拇指测一下 用指头测一下,大概可能七八厘米是有的 像这么深的糖呢,其实还可以排掉一点点够合适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外堂啊,它自己会长一些水草出来 所以说你看一下像这种地方 像这种枝干之类的 这种水草枝干之类的 它都适合乌龟攀爬和休息 包括换气啊,都会比较方便 所以说如果不是生了太多的话 基本上就问题不大 我们现在把乌龟一个一个的把它放到糖里面去 这种结枝不太多 由于现在温度还不是很高 所以说那个还没有盖 没有盖它盖那个防晒网 因为这个水呢并不是很深 如果太阳特别大的话 就会导致那个水温的升高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会加装一些防晒网 进行一定的隔热隔晒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 或者留言